1月13号总统立委选举开票后 基隆市长谢国良和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佩祥 大约晚上6点就赶到国民党基隆市党部 和市党部主委吴国胜一起关心开票情况 晚上7点半左右总统选举持续开票后 国民党总统选举趋势结果不理想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如果立委选举结果也是三党不过半 那么未来在国会 他认为还是需要继续争取跟民众党的合作 我看到侯友宜看似获选的机会 已经慢慢变低了 那我们觉得非常的难过 而且非常的失望 那不过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努力了 那虽然总统没能胜选 不过我认为未来在国会一定也 还是要能够形成一股有力的力量 来制衡未来的执政党 所以我希望我们国民党还是要继续加油 那我觉得这一次在选举的过程中 其实民众党其实他选的也不差 坦白讲 所以我觉得未来不论是在国会也好 台湾政坛也好 也是不能够忽略掉民众党的席次 在国会可以带来的影响力 那我真心是希望在国会未来 这个国民党未来也还是可以跟民众党合作 大家都了解我们一直都是希望两党能够合作的 从当初到现在也是没改变过 那国会未来假如能够合作 席次也足够可以制衡这个政府的话 所有的政府都是需要有一些制衡 我希望民众党的朋友也能够了解到这一点 假如民进党看来未来执政的机会是 会继续执政的机会是蛮大的 然而假如没有办法给他任何的制衡 包括尤其是在国会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制衡的话 那未来的台湾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忠心的第一个希望我们国民党的国会的席次 能够获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第二假如真的是一个大家都不过半的情形的话 那我觉得未来还是要继续争取跟民众党合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